那物件导向是什么 传统的程式设计 它的资料和程式是分开的 但是在物件导向的概念里面 资料和程式被合并成一个 称为结构的东西 称为物件的东西 合并成同一个内容 那个内容就称为物件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一个物件它可以包含资料部分和函数部分 那这两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物件 举个例子 我们这里有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是一个person one 我加one的意思 其实是为了不要跟别的名声冲道而已 这个person物件里面 里面有它的姓名 还有它的体重 那当你建立这个物件 它会有一个叫建构函数的东西 这个建构函数的名称 一定跟类别的名称一样 跟这边class后面的这个名称一样 我们会称这是一个类别 目前我们还不称它为物件 但是其实它就是物件 那为什么叫类别呢 因为它是用来产生物件的原型 那这一个跟这一个名称一样 那它的参数呢 就是这个建构函数的参数 那我传进来之后呢 我可以把它设给里面的这两个变数 那这个各位看起来一开始会觉得很怪 一开始会觉得很怪 那它这里有一个check weight的函数 那我就印出来 它是谁体重几公斤 那如果小于70的话 我就印个很苗条 大于70 大于等于70我就印个很稳重 好吧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些物件出来 比如说大雄50公斤 胖虎80公斤 那我就呼叫它的check weight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先宣告这两个物件 对不对 宣告一个两个 但是它还不能用 因为你要先建立物件之后才可以用 第一次建立物叫建立大雄 那给它50公斤 那这时候它的物件变数叫做P1 这时候我们才叫物件 那下面这个为什么我们之前叫类别 因为它是物件的原型 它可以用来建立很多物件 不是只用来建立一个物件 那同样的胖虎我建在P2 那我都呼叫它的check weight 那接下来呢 假设有一天胖虎减肥了 它从80减到68 那我再呼叫一次check weight 那你会发现它的输出会长像这个样子 大雄50公斤很苗条 胖虎80公斤很稳重 大雄50公斤很苗条 胖虎减肥从80变68公斤 所以胖虎68公斤很苗条 这种写法可以接受吗 我们就当场来试一次 但是我不重写 我直接call下来 那各位待会也建议各位先直接call下来好了 那直接call下来 你要用命令列和用专案都可以 我觉得以Visual Studio而言还是用专案 那请建立主控台应用程式 然后呢 我们在c朝这里 我叫object test test就好了 好 确定 好 这时候这边已经有一个program 那我把它整个拿掉 我直接用我们刚刚那个取代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建置一下 建置方案 好 没有错 开始执行 好 那没看到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设一下中断点 好 这时候输出就长这个样子 好 那我想请各位先去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然后用力看10分钟 我们再来讲 如果你没有仔细去研究一下 这个程式跟你从前写的程式 有什么不同 你会很难接受物件导向 那我们必须要看很多 更多的范例 我们才有办法了解说 物件导向到底有什么样的 优点和特色 好 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 那请各位仔细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程式去执行一下 刚刚的那个程式去执行一下 我刚刚的那个程式去执行一下